我們現在出去露台看看 其實今天的時間是十二點鐘 因為我看到天氣仍是很好 不要浪費了這麼好的陽光 這個露台452個角度 你看到它的設計非常之好 Woods Bagot 盡量令到每一個露台 它是多於一方面的方向 這個露台有270度 你可以由那邊計劃去到南帕斯那邊 然後你看到就是Swan River 天鵝河 然後再慢慢計劃過來 遠遠那邊就是 遠遠很多宅宅那裡就是市中心 再前一點你看到一個玻璃形狀 那個就是王冠賭場 就是非常之近 下面其實是有一個出途巴士 可以復5分鐘就踏去那裡 然後是六星級酒店 然後你看到那裡有一條彎彎 就是我們最… 一個地標的一個行人天橋 可以走過去另外的對面河 你看到那麼多綠色的地方 就是那些公園 所以整個帕斯 其實它人口密度只有2,000多 因為它被很多公園包圍著 你再看一點點 就是那個宅宅後面 就是Octob Stadium 有很多大型的賽事在那裡舉行 澳洲和紐西蘭剛剛宣布了 就是2023年就會舉辦 這個女子世界杯足球賽 所以就是我們 帕斯也是成為其中一個地區 所以到時那裡 也都會有一個很多 女子足球世界杯的賽事會 在那裡舉行 好 那我們可以走過去另外一邊 就看看另外一個角度 所以你看到它盡量設計到 即是它有不同的角度 那這邊呢 亦都可以向著望見 即是日出在那邊 即是機場在那邊 那你見到其實 你見到整條河 這邊都是一條河 去到那邊 那邊的觀景非常之 你可以坐在這裏 那都非常之舒服、舒適 那Bursewood這個地方 其實它主要的人口分佈 其實它有接近60% 是孕婦婦 即是沒有小朋友的夫婦 一個婦婦 那另外它的年齡層的分佈 就是25至34歲 就接近三成 那另外就是35至49歲 也都接近三成 所以其實它的孕婦 就全部都在這裏 那主要呢 它另外就是有成 57%是房屋 那其實剛才都見到 多數都是房屋為主 那另外就是 它接近50%都是租的 那所以這邊呢 它簡單點來說 它的租客是專業的 那就是 亦都很接受房屋 那也是租務需求 也都高 那而我們自己本身的 Data Base 我們這裡也有租那些 單位出租 主要都是 醫生 那有大學講師 那也都是有護士 那有cafe chef的廚師 那也都有一些是 marning worker 5-in-5-out 那些 那也都有學生 那也都有clown 在皇冠酒店工作的員工 也都有租這裡 那其實那裏有個cafe 其實是釀酒廠 那有些員工都租了在這裡 那所以那個分部 租客的光舖很大的 那所以就 就在租務上面這裡的需求 也都非常之高 那 那 而它的空置率 就2.9% 即使是去到5月 都是2.9% 即是換句話 100間屋裡面 是有2.9間屋 是租不到出去 差不多有97間屋 是可以租到出去的 那所以 租務需求也都非常之高 那 那今天 1801這裡 就講到這裡 那接著呢 我就會下去14樓 繼續去講另一個單位 向著山那邊 OK